在一个名叫西谷的小村庄 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母亲杀子案件 母亲李美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而李美和邻居俊介的非常关系 上俊介进了监狱 让人震惊的是 揭发这段关系的人是俊介的妻子加奈子 更令人奇怪的是 加奈子就是俊介高中时期 强迫发生关系的受害人夏美 两人的关系引起了杂志社记者杜鞭的好奇 于是就一路走访调查 杜鞭发现俊介在高中时期 本是一名出色的棒球手 后来因为夏美的事情退学进了监狱 出狱后就找了一份证券公司的工作 还结了婚 而夏美由于受到过伤害 事事不顺 不仅经常遭到丈夫的家暴和凌辱 而且还一直流产 导致无法生育 她对生活失望极了 想自杀却屡次被救了回来 走投无辱的她只好联系俊介 或是找她借钱 或是收留她住宿 俊介看到夏美因为自己年轻时候的错误 落得这样的下场 十分内疚 于是对她关爱有加 呵护备质 两个人在经常性的见面中 产生了莫名的情愫 接着 俊介在看房的时候 接到夏美的电话 夏美见到俊介 开始对她嘶吼 要求俊介离婚和自己生活 但是她内心对俊介的情感 是复杂和纠结的 时而想起她对自己的帮助 产生爱恋的情感 时而又想起俊介对自己带来的痛苦 而产生恨意 她不知道自己是该靠近 还是远离 后来 俊介陪着夏美坐上火车 到了终点站 两人漫无目的地一直在街上走 正如他们的情感一样 不知道何去何从 直到夏美要当着俊介的面 从护栏上跳下去自杀时 俊介眼底的温情留住了夏美 两人在西谷这个小村庄 找了一个破旧的房子 开始新的生活 于是 夏美就改名为佳奈子 但是 那份纠结还是没有过去 这一次揭发俊介和李美的不良关系 也是佳奈子对俊介的报复 两人的故事被渡边挖掘 不仅让她的事业蒸蒸日上 还挽救了她濒临破灭的婚姻 佳奈子想通之后 又向警方撤回了证词 俊介被保释了 回到家里后的俊介 依旧像往常那样生活 事情宛如没发生过一样 佳奈子照样给俊介做饭 俊介也不怪罪佳奈子 对自己的诬陷 最后 佳奈子和俊介交谈之后 终于放下了内心的执念 原谅了俊介 永远地离开了 但是对于俊介来说 佳奈子的离开 等于幸福的离开 常年的陪伴 使得佳奈子变成了 她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她望着缓缓流去的溪水 希望溪水能带她找到佳奈子 也能向佳奈子 带去自己的思念 其实 损害和被损害 很难定义 如果说俊介的行为 害了佳奈子 那么 佳奈子带给俊介的痛苦 并没有少 而渡边将两人的事情报道出来 无疑是在两人的伤口上 撒了盐巴 迷惘和纠结 并不能带我们找到快乐 唯有放下执念 珍惜当下 才能收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